这种传承精神 因为铁道兵已经 现在转立成中铁建案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当今这个 在灾难的情况下 新铁道人铁道兵 怎么传承 老铁道兵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影片 无限深度 直到是应急救援 拍摄一定有很多的难度 我想请教一下导演 拍摄的时候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拍摄的时候最大的难度 其实是叛念 徒手在大雨当中真实的叛念 所以黄祝宗老师 朱一龙老师都亲自 亲身上阵 这个真的是 不准百分可以想象的 这样真的非常期待 想跟黄祝宗还有朱一龙 在戏中的角色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我们大家分享 实在太年轻太帅了 对 因为黄老师需要让自己的造型显摘 更成熟一些 对 然后我在这个戏里面饰演铁儿的 对 老铁道兵的子女 然后在当中我要展现很多技能 不管是攀岩还是探测 还是爆破 我相信大家到时候去电影院 会看到很多很精彩的电影 对 非常期待这部《无限深度》 谢谢各位的到来 请一步到我们的媒体拍摄区 谢谢 大家 我们要的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踏上红塔的视 电影兼容 谢谢各位 感谢《无限深度》剧组来的拍摄 我们可以迎接买来的拍摄 我们欢迎踏上红塔的视频 欢迎踏上红塔的视频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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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